本节目由金融公关香港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金融公关香港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的港股直通车 我是静杰 那今天我们是又见Tony 吴文涛你好 你好 也是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 Tony是金利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的研究部副经理 那么其实Tony你知道吗 上次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制 所以观众朋友对你也是好评如潮 谢谢 谢谢 也是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所以今天我们就长话短说好不好 直接来看一看这一周港股市场的表现如何 那么在这一周呢 其实香港最重要的事件可以就是说 张德江委员长来访港三天了 那么之前的这个股市也是一度对访问有所期待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恒生指数走势呢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理想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啊 之前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深港通呢 这次张德江委员长是直辞为题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香港市场方面啊 这个恒生指数是反复的向下寻底的 那来看看今天啊 这个周五的时候收盘 恒生指数是收报在19852点 成交额呢是525亿港元 一周的平均涨幅是0.67% OK好 Tony那你怎么来看啊 这一周我们这个港股市场的走势 其实踏入了五重月之后 港股的走势还是持续偏软的 恒指的累积跌幅也超过了大概1000点左右 但是港股在这周也乐见其色 主要还是因为原大委员张德江访港 所以也出现了技术性的反弹 重新上了2万点的关口 可惜他的发言中就像你刚刚说的 并没有提到市场最关注的 深港通开通的时间 而且加上美国6月份加息的这个预期 也升温了 所以也带动了港股 结束了反弹的这个势头 但今天在地产股和电力股的带动之下 港股还是载到造好的 可惜在2万点的关口还是遇到了阻力 是的确是这个大家好像 对这个深港通的预期并没有实现 不过刚才你也提到 这个6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因为像这个美联储的多位官员 也是根据像上个月的 这个物价指数来看 它是按月升了0.4% 所以其实对这个港股 应该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你怎么来看 首先在今年这个6月份 有可能会加息吗 如果是加息的话 对港股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未来加息的机会 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像您说的 就是4月份的通胀率 按月升了0.4% 也是三年以来最大的这个声势 而核心通胀也按年升了2.1% 也已经达到了 联储局的通胀的目标 而且最近联储局官员的各种表态 以及各种经济数据 也显示了加息的可能性非常高的 至于加不加息 对港股的影响 我认为 其实根据历史来看的话 每一次联储局准备 就是表示要加息的时候 港股普遍都会下跌来消化这个立单的消息 但其实之后股市大致上还是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的 也是可以说是同跌和同升的 所以你怎么来看 这次有没有拖累到港股呢 我认为这一次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因为去年8月内地的汇率波动的时候 人民币也是一次性的下跌 也引发了市场上很多资金的走资的这个情况 但近日的人民币虽然还是偏软 但它偏软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 美国加息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认为人民币虽然最近有所回忍 但对A股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那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港股市场 在下周的时候 我们知道会是一个期指结算日的时候了 那么也有可能它要图这个 要图它的利润 所以有没有可能说会对这个港股市场有影响 这个支持位会在哪里 其实我认为目前大部分外围的负面因素 还是没有明朗化 包括您刚刚说的略分美国会不会加息 还有最重要的英国的公投的结果 也是主要也是左右大势 发展重要的方向 所以而且目前A股也是在处于一个整股的阶段 港股也是流动性也不是很足 所以我认为横指的阻力还有支持位 会分别在2万点和1万9500点的水平 今天其实是又跌穿了2万点没有回升上去 所以你觉得下周有可能会回升到2万点吗 我认为还是会在2万点的方向遇到阻力 我认为突破的那个机会很不大 就是下周暂时来看的话 突破并不大这个机会 其实这一次张德江委员长 虽然是没有提到这个深港通的开通 但是这次主要来的目的就是聊这个一带一路 因为其实这个一带一路方面 我们也知道这个香港方面 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的 那么很多银行其实也是开始约约欲试 因为他们会有很多新的项目是开始产生 也是主要是为了利用这个一带一路的概念 所以Tony你觉得这些一带一路对于香港来说 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这个意义呢 对于港股市场有多少的这个利好的作用在里头 其实张德江也再一次强调了 香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而且一带一路也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所以我认为其实还是能利好相关的概念股 其实他对于这个投资者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你说下周吗 首先是说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方面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另外就是对于下周的这个港股市场来说 投资者是应该继续持有呢 观望多一些呢 还是说可以趁低再吸纳一些什么样的股份 其实一带一路它的这个还是会利好非常多的板块 比如上你刚刚说的银行也准备加入这个行列里面 而且也会有运动股啊等等也会有利好的 所以我觉得相关板块也是可以关注的 而且下个礼拜呢 蓝筹股联想也会公布全年的业绩 然后还有众多的消费股零售股也会公布全年业绩 所以也会影响后市的走向 然后另外最近国家旅游局也公布了2020年的那个内地旅游投资总额会达到2万亿人民币 是去年的一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增长 所以也显示了旅游业也在一个高速的增长期 所以我觉得可以后底吸纳相关的板块 好的那接下来Tony我们这个已经聊完了这整个一周的港股的走势 以及下周你是怎么来看呢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港股动力指数时间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最新一季的这个收报的动力指数呢 是到532点也是跌了12点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呢 日前也是确定了13-57体育发展目标 就提出呢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 这个全国的体育产业总规模 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 那体育的产业也是增加值的一个年均增长速度呢 会快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在国内的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达到了1% 那体育服务业呢增加值呢 也是占比是超过了30% 那么体育消费额就占到了人均居民可支配 收入比例是于2.5%的 好那我偷偷说了这么多 Tony你觉得说 如果按照之前我说的这一条新闻消息来看的话 是不是接下来可能体育的相关产业会受惠呢 其实随着内地的体育用品行业经过数年的那个渠道整合 还有去库存 行业已经慢慢进入了复兴期了 而且加上2022年 北京作为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国也会长远利好相关板块的发展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相关产业 就是体育这一块 有一个银进集团 银进集团应该是1386 1386对 那么它也是今年初的时候控股一手的 所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股票 好 这些公司主要是在香港还有内地从事一些鞋类的销售 但是它早前发了引颈 就是预料截止今年3月底会录的亏损 主要还是因为销售全面下跌 以及运营成本上升的影响 然后集团也会在今年6月底砍 就是发布全面的业绩是值得留意的 但最近集团也开始进军运动用品业这个范畴 就是引入了意大利职业球会AC伯维尼成为其股东 所以集团也想借着这个球会 在中国宣传意大利的足球文化还有营销等等 然后也打算开设一些相关的专卖馆 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改善盈利状况的 那的确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业point 一个营业点 因为这个中国的球迷fans太多了 所以应该会对他的这个业务会比较有提升作用 那我们来看 其实在这个企业 4月26日的时候也是公布说 乔维铭要赠任这个执行董事 那么集团的行政总裁职务 以便来投放更多的时间 专注在他的这个个人业务上 所以如果像这种执行董事 或者是高层要离任的话 一般来说对于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他这次的辞任主要还是因为个人的理由 不是说失联或者是被双规等等 而且他还是作为公司顾问身份留任的 所以我觉得对集团的影响是有限的 另外他还宣布 他说这个银进集团要与7间公司共同 来定立一个谅解备忘录 那么也是来改造集团于中国 现有超过600个零售点的营业模式 并且也是说要打算这个中国 大量开设一个时尚生活馆 可以让这个顾客来享受 一站式的线上及线下时尚生活的体验 这么来看的话 他又有这个涉及到体育事业 又有这个生活馆的这个概念 会不会业务太广了以后不够集中 Tony 你怎么来看 其实我觉得虽然乍干之下 好像业务很分散 但其实核心来说 还是围绕着这个运动用品的发展 就是现在集团慢慢转型的一个方向 而且我觉得集团也能利用这间公司 各自的市场优势还有相关的经验 而且其中的O2O线上线上模式 也是目前销售的趋势 所以我相信总体而言 这会是一次不错的转型 就是其实它的主要业务 还是在这个球队方面 就是这个体育事业是为主的 那么可能这个生活馆的概念 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业务 对 也是回绕着这个发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Tony 你觉得是建议我们的投资者 应该像这种股份 是建议说是中长线来看 还是一个短炒的这样的一支股份呢 我觉得我还是未来会更关注 它的运营表现 在注入了这么多的一些概念之后 能不能扭转它 就是自从2012年开始 到现在的亏损状况 然后至于它的走势的话 我觉得它一直以来 还是比较波动的 不过因为它目前的业务 还是有配合国策的扶持 所以我认为 还是可以做中线投资的 其实光说我们之前说的 那一间体育事业 这个球队啊 什么AC米兰什么之类的 我相信它之后的业务 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增长 好的 谢谢Tony 那我们也是稍微休息 待会儿回来 好的 欢迎你回来港股直通车 那今天的嘉宾呢 是金立峰金融集团研究部 副经理吴文涛 再次欢迎你Tony 你好 那这样我们今天也是 直接来进入了这个 港股大富翁的环节 因为你也不是第一次来 做了所有游戏规则 也知道了 对不对 好 马上进入到港股大富翁 来 Tony 今天跟我们来分析哪一支 今天我讲的股票是 华侨城3366 华侨城3366 我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收盘价位 是在两块六毛八 其实说到这个华侨城 我个人是还蛮亲切的 因为在北京那边 就是华侨城的房子 我知道 所以你也知道 对 我知道 对 所以这个华侨城 现在好像在地产方面 还比较有优势 对 您怎么来看 其实它除了有地产方面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业务 其实它的本业是 纸包装以及印刷业务 它是从07年之后 才转型做这个地产的 但它还是有保持 这个本业在的 所以它也不是完全地做地产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 分散它的投资风险 也就是说它现在的 其实这个主要的业务 还是有这个纸包装在 然后另外还有延伸出来 一些像房地产产业 那你怎么来看这个公司的业绩的 它去年存力按年跌了16% 到2.73亿人民币 但其实主要是因为 2014年出售一间 富足公司收益影响 但其实如果不算 这个一次性亏损的话 其实同比是落得 它的那个营业额 是落得大幅多增长的 另外它的营业额也按年 升了69.5%到64.36亿人民币 另外也派了末期股息 十四港线 所以派息比率还是不错的 就是基于它这个 2015年的业绩表现 所以它这个业务 有什么发展的 它去年有大概两个亮点吧 主要是第一个 它是入股了一个成都体育 也让集团间接获得了 成都的一个核心区域的 潜在发展的空间 然后它也能够与成都滑郊城 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 相协同也可以提升 它的整个品牌的影响力 另外集团也收购了 位于西安市中心的一个 长安国际中心的部分物业 然后这个物业是 在西安的一个新藏地带 可以说相当于香港的中环 这样子的一个甲级写字楼 而且它的租金和出租率 也是在西安的甲级写字楼里面 是第一的 所以我相信也可以为集团 未来带来稳定 还有持续的租金收入 那如果这么看的话 是不是这个集团 其实实力还蛮雄厚的 可以买得起类似像中环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写字楼 那么有可能说在接下来 其实你觉得它主要会利用 哪些手段来拓展 它的这个业务的空间呢 未来就是 它今年最近也是开始 投资一些新兴的产业 包括了新能源汽车 医疗 互联网等等 总共是投了1.45个亿 去参与这个业务 所以我相信随着现在 中国也进入了13.5的阶段 所以我这些受惠国策 扶持的新兴业务 我相信可以为集团 带来一些新的亮点 所以这是它2016年的 一个新业务 好 那我们再看 它这个公司业务方面 一般它有新业务的发展了 那肯定也会有一些 可能是风险 或者是漏洞的地方 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在里头 其实我看了一下 它的收入来源 还是比较多样化的 而且像我刚刚说的 它的本业纸包装 以及那个印刷业务 也是一直有在运营 而且它的各种 新推出来的楼盘啊什么的 也是比较受市场关注的 而且它的市盈率 目前也在同行里面 虽然是一个中等的价位 所以我觉得相对风险 还是比较低一些的 其实我现在倒是觉得 这个华侨城亚洲 好像有一点 它的业务方面 有一点像宣兵夺主的感觉 反而在这个房地产开发上 以及拓展上 好像就是它的这个名声啊 以及它的这个 快速发展这个程度 要优先于它原来 这个本来的这个业务 印刷产业 那如果说投资者 对这些股票感兴趣的话 你看看应该是建议 它们怎么来操作呢 它今天股价就是 也是止跌回升了 收复了时间线 然后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它的STC-K线也升穿了低线 14日的RSI也走高于5日线 但是MACD的熊差距还收窄了 所以我相信短线的走势 是有望改善的 有望改善的 那你觉得说 因为你也知道 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嘛 就是要在这个一个月之后 给它一个目标价 所以你说说 一个月之后应该是 在6月17号的时候 你会给它定一个 什么样的价位 我觉得可以在现价位 吸纳是可以的 然后一个月后的反弹阻力 我会定在50天线 也就是2.8元 2.8元 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 好的 那今天 这个Tony呢 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只股票 是3366华侨城亚洲 那么现在的这一只股票的价位 是在2块6毛8 那么到了6月17日 复合的时候呢 这个Tony就说 他的目标价应该会到 50天线的水平 对 2.8元 好的 谢谢Tony 谢谢 那我们到时候 到了这个6月17号的时候 再来复合一下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 护港通 好的 我们同样要来看一看 今天两地的这个 护港通的使用额度的情况了 那么全日的这个护股通交易额度呢 是剩余额在123亿人民币 那港股通呢 近日的交易额度剩余的是 97亿人民币 好 那最近啊 这个瑞幸呢 又发表报告指出说 深港通出台将可扩大 中港两地流通股票池 预期呢这个深港通啊 将会在今年下半年来推出 相信呢 南下资金对于本港小型股份 会比较感兴趣 那Tony 其实这一次这个深港通和护港通 最大的一个区别也是一个亮点 就是应该是有可能可以对这个小型股份 来进行投资的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次深港通 在这个业务方面的一个改进 我认为深港通开通之后 它的南下资金会比护港通更多一些 主要还是因为内地投资者 其实对香港的中小型市值股票 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而且经过去年8月份 人民币的这个汇率波动之后 外汇管制也明显收紧了非常多 所以深港通将会是内地投资者 买卖香港小型股票 一个更方便的合法渠道 那这一次这个江德江委员长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聊 说就是对深港通是知识未提 所以大家之前呢 其实对这个港交所是有所期待的 我们也看到港交所现在 虽然在这个价位上 是有一个短暂的支持 但是各大行呢 好像对它是比较看淡的 而且这个评级也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 港交所之后的走势 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看淡港交所的 也是看淡的 也是看淡的 因为市场普遍认为 就是深港通最快也要9月份才开通 而且就算短期内公布了它的开通日期 估计它推出初期的交投浪也是不大的 所以对港交所的股价刺激 也是有限或者比较短暂的 而且后市的布米兰因素也非常多 包括刚刚提到的美国加息 英国公投等等 所以我觉得还是看淡的趋势 大一点 其实多家的投行也是调低了 它的这个目标价位的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港交所 它的市盈率是达到了40倍 那你觉得它接下来 这个上升空间还大不大呢 像你刚刚说的 港交所目前市盈率在40倍左右 也是处于网级市盈率10倍到50倍的上限 所以我相信港交所未来的股价 也还是会跟随大肆的走向 上升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你觉得它的这个股价 会到什么价位呢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会在现在这个 这个水平上面左右的排回 对 而且如果我觉得跌到170元以下的话 还是可以厚底吸纳的 还有可能会像去年一样 重回到200的水平吗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非常低了 难一点了 对 难一点 那如果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投资者来说的话 就像这种继续持有的 他们还是说要继续持有呢 还是趁机会把它给估出去呢 那么对于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就认为 那现在这个港交所 也有可能是一个 称低吸纳的好机会 那你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现阶段是可以把它哭掉的 而且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可以跌到170元以下再去吸纳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方案 好 我们再来看 其实近日这个市场 对于6月份加息的预期 是有所升温的 那美股是应声下跌了 大市的风高浪急 那么一些这样的一些避险股 像公用事业 以及这个房地产信托表现 其实都是优于大势的 所以你怎么来看 现阶段来说的话 可能投资者是不是 还是以避险为主好一些的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 因为目前的高息避险股 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经过大市大跌的这个洗礼之后 吸率已经变得非常吸引 那这个公用股 或者是以前我们常常说 这个吸派吸会比较高的这些股 还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对 会是 继续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 因为我们再来看这个中电 因为像这个避险股 会是公用事业的话 就是像这个中电002 和这个2638的港灯 这两个你怎么来看 中电我认为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其实可以看下它 今年 就是 啊 不是今年 特别是它手机 在本地和内地的售电量 也维持了不错的增长 而且它在澳洲的业务 也开始慢慢地复兴了 而且相对 所以我觉得对股价 会有一个支持的作用 而且它的限价 机器率也达3.8厘 也是高于其他的公用股 其实我们在说这个派息比较高的 一般大家想到的就是像汇控 而且之前有段时间 我们也说这个银行股 好像是不太看好 但是这一次这个深港通 这一次深港通虽然知识未提 但是有提到一带一路 所以刚才我们也聊到 这些银行股 本地的银行股 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起色 那的确看到这个汇控 最近的股价是有所上升了 那你觉得像汇控这种 本身就派息比较高的 这样的股份 还可以继续来持有吗 你怎么看的 其实汇控一直都是散户 跌市的时候捞底的首选 这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 对 而且它的手机的盈利 其实也高于市场的预期 其实它的整个业务状况 也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它目前的那个吸率 也高达8厘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觉得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今天这个Tony呢 也是跟我们说了 在这样的一个六月份 加息预期开始升温 以及像这个美股市 硬升下跌的情况之下 对于港股市场来说 投资者其实有可能选择 这种避险类的公用事业的股份 是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尤其有可能像这种 就是派息比较高的汇控 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股份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港股直通车呢 也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也希望我们今天整个一期节目 可以给观众朋友呢 带来一些实用的意见和价值 好的 再次感谢 金利峰集团研究部副经理 吴文涛 Tony 也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Win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也请多支持炒股邦杂志 我们下周五八点钟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